各位委員 今天是陳委會 在這個會期最後一次的開會 這個當然 同樣的論調 我們從去委員會 針對民進黨 陣列的關於我們要 李應援委員提的立法院 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的部分 第五條修正案 政黨法還有黨產清查的部分 還有針對陸海空軍 事關服役條例的第三四條條文修正 日治時期 日本政府國庫券及債券處理 難民法草案國家安全法 立法院組織法 還有廢止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還有立法委員職權行司法 立法院議事規則 跟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三四條修正案 還有陳其邁委員提的政黨法 還有陳明文委員提的 中資來台投資管理條例 針對原來陳委會 不斷在檔案的部分 不斷檔案的舊的 真的是已經 本席已經不知道如何形容 陳委會這個太上皇的位置 那本席看到其實是比較遺憾的是 陳明文委員在我們民進黨 爭列的第三十一案 針對中資來台投資管理條例 草案的部分 國民黨為什麼也要讓他 所謂的暫緩戀案或卡案呢 因為現在針對中資到底來台灣投資的項目 投資的金額事實上是有必要將其民文化 把它攤在陽光下去討論 甚至中資到底是直接 間接持股到百分比是多少都應該在陽光下討論 不知道國民黨的委員到底在擔心什麼 陳明文委員所提的 只是讓他法律授權 讓他民文化條文化 讓我們可以去監督 讓一般的人民可以看得到 到底有哪些是已經有中資的影響 而中資的影響已經影響到他實質的運作跟實質的內容 這個可以是我們可受公平的 那國民黨的委員今天不讓他出程序委員會 不讓他進到委員會去討論 看起來國民黨都擔心 顯然原來這個望中的事件已經讓他們看到一個事實 台灣已經中資蔓延 如果今天把這個條文民文化之後 可能我們台灣所有的比較重大的產業 比較重大的媒體都實在沒有辦法再見的人 所以這個針對陳明文委員中資來台投資管理條例的草案 今天沒有辦法出程序委員會 然後被國民黨卡案檔案 本席實在是覺得非常的遺憾 希望國民黨能夠正式中資 入侵台灣的各個產業結構 能夠正式這個問題 不要再逃避 不要再不負責任 否則我們人民將來有一天會發現 原來你所用所持所吃 都是我們對岸的敵國 都是中國 他在那邊控制 他在那邊掌握實質的控制權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有必要認可